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但之后多天里并没有相关政府主要负责人出席在新闻发布会上 同样2015年8月天津边海新区发生爆炸 举国关注 但直到5天之后主管副市长才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这在当时都引发了人们的议论和不满意 但从本周开始今后这样的事不太容易发生了 本周三中办国办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其中明确强调欲有重大突发事件 重要社会关切等 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接受媒体采访 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 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 同时意见中还第一次有了不履行公开义务的追责条款 这是政务公开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的好消息 或许接下来各级领导也要把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当成一个新课题来认真地抓了 好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截至本周四的最新统计 2月6号发生在台湾高雄的6.7级地震 已导致117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 目前救灾重心转入灾民收容安置 灾后重建及后续补偿救助等问题 相关追责工作也已经展开 在这场造成117人罹难的地震中 竟有115人死于这栋16层的围贯大楼 经认定该楼存在借牌建造 混凝土和钢筋严重偷工减料等问题 倒塌之前大楼内部已是问题重重 除电梯经常损坏墙面均裂外 大楼内多数住户漏水 在震后救灾阶段 当地检方已及时安排调查组展开现场采样 搜证工作 虽然围贯大楼完工已经超过22年 但检方还是将开发商林明辉和建筑师等三人积押 对建筑公司股东财产进行假扣押 对涉及到的建商董事监事股东进行进一步调查追责 并传唤十余名证人导案 以寻找建筑偷工减料和设计不良的证据 此外还着手调查当初在宋审建造与变更设计时 负责审查的有关公务人员是否涉及包庇或放水等官商勾结情景 在朝鲜近日连续进行核试验以及发射远程火箭之后 朝鲜半岛的严峻局势再度升级 而本周围绕美韩是否已经展开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具体磋商 更是各种消息频出猜测不断 值得注意的是萨德系统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是目前唯一能在大气层内和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陆基高空远程反导系统 特别是其X波段雷达监测范围远远超出半岛防卫需求 深入亚洲大陆腹地直接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对此中国外交部多次做出强烈反应表达严重关切 外交部长王毅更是直指此举实为相装武剑意在配工 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我们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利用朝鲜半岛问题 损害中国的国家战略安全利益 外交部还表示 中方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发射卫星的行为始终立场明确 一开始就公开表明了反对态度 中方主张安理会可以通过新决议 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使朝方为其行为付出必要的代价 承担相应的后果 此外外交部长王毅也于本周进一步提出 实现半岛无核化 同停河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谈判思路 近日在我国接连发现的三例输入性债卡病毒感染病例 引发高度关注 周一我国检出第二例输入性债卡病毒感染病例 2月12号 这名从委内瑞拉回国有发热症状的感染者 在广东白云机场接受检疫检查时 因现场红外测温仪报警而被锁定 周五浙江再发现一例病例 患者为38岁男性 而就在几天前 我国首例感染病例在经过9天的隔离治疗后 刚刚痊愈出院 目前巴西等国新生儿先天性小头畸形 和一种神经系统的严重疾病 格林八例综合症的发病率正快速增多 而原本被认为较为温和的债卡病毒 已被研究证明与之相关 严峻形势令人担心 在国内 随着南方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升高 输入性病例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也在逐步上升 疫情发展不容忽视 每年的每个长假 几乎都会爆发一个全民关注的宰客事件 比如前些年 重点在海南的三亚 屡屡出现 比如说七道海鲜花一万元这样的事 这两年 长假后的不幸运抽奖逐渐北移 去年的十一长假 中招的是青岛大虾事件 全民一通声讨 让青岛38块钱一只的大虾成了公共记忆 而刚过去的春节长假 不幸中奖的是哈尔滨的万元餐单 大年初二 江苏一游客与朋友约20人 在哈尔滨一家以东北黄鱼为特色的店里吃饭 他们点了两桌 每打折钱 价格过了一万 其中每打折钱的黄鱼 一斤是398元 结账的时候 他认为多报了黄鱼的金数 双方发生冲突 之后 他在网上爆料 终于引发这个春节长假后最著名的宰客事件 直到今天都似乎还没有最后平息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长假中的宰客事件 两桌被载一万多块 贵不说了 他们玩的是乱血鱼的金两 明明十斤四两 结账时十四斤 本周 因为微博爆料在哈尔滨被载并且被殴打的经历 江苏游客陈先生让天假鱼宴 成为春节期间最热门的话题 尽管他后来承认 这条微博有些地方表述不太准确 但回想起来 原本愉快的旅程 确实是在进了这家北岸野生鱼村后 变了味道 因为当时呢 他是说是年初二嘛 年初二因为是 说大家上家都是比较 基本上都是休息的 可能就只有这一家是开门的 大年初二晚上 在导游推荐的这家饭馆 陈先生一行21人 决定品尝最有特色的东北野生黄鱼 他们也了解了黄鱼的价格是398元一斤 鱼的单价也不是后来发生纠纷的原因 从发帖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 否定过这个鱼的价格 听到他的口头点菜 那我觉得 人家告诉我的价格 我就应该是认可 但陈先生表示 后来点菜的过程却并不愉快 他本想点七斤黄鱼 服务员一刀下去 切出了十斤四两 我在点菜的时候 我不断地跟点菜员说 我们人少 15个成员 6个小孩 我们呢 只需要少点一点 他不断地呢 说我们点的菜不够 不够 不够 我主动强烈说 那个要求他那个鱼 我们只要七斤 但是他给我那个刀下去的时候呢 每按照我指定的位置下去 那一下去之后呢 是变成了一个过程的 就是十斤四两 这个十斤四两 我是可以拿我的仁格担保 尽管有些不愉快 但陈先生还是接受了十斤四两的重量 加上亚罗鱼铁锅盾和杆条鱼中断铁锅盾 以及其他普通菜品 陈先生估算 这顿饭的价格在六千元左右 然而在结账时消费单上 一万零三百零二元的总价让他吃了一斤 尤其是黄鱼的重量 不是十斤四两 而是十四斤四两 而饭店方面则坚持认为 称重时的重量就是十四斤四两 当时点菜的时候是十四斤四 但是客人就是吃完饭饭以后 他就说是十斤四 因为他本身就是位敌人 然后他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是没听清还是怎么样 饭店方面还提供了一张 写有陈先生姓氏的点菜单 但后来证实 这张单子是由服务员代签的 他说我那个签子是我签的 我可以自始至终的说 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签过任何的字 服务员问他了 说哪位告诉我签 他说签什么字 他说签您的姓名 然后呢说 你签到了 喊了一声姓陈 不知道谁喊的 服务员就在外边签了一个陈字 到底是十四斤四两 还是十斤四两 无论是当时还是在事后 这都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但是谁也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 当天晚上双方争执不下 发生肢体冲突 旅行团中的老人被打 但从目前披露的监控录像中 双方谁先动手 尚不明确 随后警方出警进行调解 饭店方面向陈先生等员道歉 还提出了饭费可以打七折 最终旅行团交了七折 七千两百元后离开 也就是说 实际的饭费并不是微博中爆料的一万元 确实他们主动提出来 给我们打七折 那我们当时的抱着一个心态是 尽早的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说不管他们 收我们多少钱 我们都会接受 陈先生称 这几天哈尔滨当地导游和旅行社 已经多次道歉并提出愿意赔偿 但他没有接受赔偿 他还在等待官方能够对于谁对谁错 做出明确解释 事件曝光后 上海的赵先生也爆料 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 大年初一 一家人来到这家饭店 希望品尝野生黄鱼头 服务员的报价是498元 但没有提示是一斤还是一份 当服务员提出需要称重量时 赵先生才恍然大悟 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风仰呢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是498元 然后撑下来是19斤 赵先生称 由于服务员表示活鱼杀了就不能退 他只能接受19斤鱼头将近1万元的高额餐费 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上周日在他向哈尔滨当地监管部门投诉后 竟然当天就莫名其妙的收到了饭店转账的赔偿款 对于这样的赔偿 赵先生同样无法接受 饭店到底哪错了 为什么要赔偿 两位消费者需要的是一个更完整更权威的解释 金量上存在的欺诈 和在价格上存在欺诈是一回事 所以我想呢 这个事的焦点呢 确实要弄清楚 属于是强迫购买 欺诈性购买 还是由于雙方理解方面的误差造成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调查真相所在的一个核心 这一次的风波过程是一波三折 反转反转再反转 先是商家不良 让大家愤怒 因为人家爆料了嘛 接着突然情节又有了变化 让大家感觉举报者有问题啊 他似乎涉嫌不诚实举报 因为人家给你打了七折 实际只收了七千二 而不是你说的万元 你给大家展现出来的那个小条 只是到一万元那块就截纸了 这不太诚实 再加上人家明码标价 这时候爆料者也删了微博 可是之后事情又反转 商家是不是在小票上假签名 还有营业执照好像也过了期 于是大家的火力又转向商家 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价格已经越来越不是主要的问题 导游出租车司机将游客拉来 这回扣是多少 有没有猫腻 而说是野生的黄鱼 可事实上这鱼到底是不是野生的 这就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显然需要调查的东西好像很多 在本周哈尔滨的这家北岸野生鱼村 已经成了重视之地 不断有消费者出面指正 曾在这家饭店内吃过不明不白的野生鱼 就是直接把我们拉到那个北岸野村 进去以后一看鱼 哎呀我说这个鱼 就是我说什么这么贵啊 因为他说是野生的吧 就是他是特意推荐一个黄鱼 出租车也跟我说 他说你们像我们这边的黄鱼是最好的 这位薛先生也是来自长州 去年12月 他们一行四人曾赴哈尔滨自由行 在游览完太阳岛风景区后 被当地出租车司机带到这家店就餐 薛先生说 像他们一样被当地司机介绍到 这家渔村的游客还有很多 而在网络上 许多游客的留言也印证了这点 大部分人前往涉事饭店就餐 都是通过当地乘接旅行社导游 出租车司机 甚至是一些黑车司机推荐的 这个太坑了 我是出去后来他们那边 就是不是黑龙江那边 不是我看见有一个反馈的信息 他们好像刚开始究竟的是分量上 但是我其实我是认为不是分量上的事 我是究竟在这个是不是野生 或者非野生的事 如果非野生的话 这个肯定是可能 然后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 他敢说他是不是他没有回扣 在本周 尽管有媒体称当地导游爆料 向该渔村待人会有60%的回扣 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拿出证据 而薛先生提出的关于黄鱼是不是野生 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环节 反正我进门点菜的时候 服务员是一直在强烈的跟我强调是野生黄鱼 这个是一直在给我强调野生黄鱼 野生黄鱼 因为这个黄鱼我们在长州也吃过 因为当时他给我 我特别记得清楚 他一直是说 这个黄鱼只有他们送花江本地 是绝对是野生的 所以价格才这么高 显然被导游和出租车司机送到这里的游客 之所以还愿意坐下来接受这样的高消费 就是为了野生二字 千里迢迢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谁不想吃点当地的特色呢 在本周 记者走访了黑龙江省境内黄鱼的一级批发集散地 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场出售的黄鱼 分为纯野生黄鱼和网乡养殖黄鱼两种 它们的售价的确不一样 这个颜色比较黑一些 然后它这个 下面就是那个蚊子 鼻子比较尖一些 这就是所说的 这就是我们存养殖的 这个大片的价格 如出售价格多少钱 现在它这个 在我们这里是十几以下的三十元 十几以上是三十元 这就是咱们 15年夏天捕捞上来的 大的野生的黄鱼 像这样的野生的黄鱼 要出售的话 市场价大概多少 大概我们这边就是在 七个十块钱一斤 二十元 就是在一百二三 在商家向调查组提供的 二月七号的进货单上 注明了黄鱼的进价为 美金一百九十元 共进货一百五十七斤 并没有标注是否为野生 而面对媒体 这家渔村的老板 却不敢理直气壮的说 自己给顾客提供的 就是纯野生黄鱼 他这个东西嘛 有野生有养 他这养 养的那边五六年 就是在淡水里养 往香养 土养那边往香养 但是成功力非常少 比如已经在这几年 一多年 这你们的这个是野生用的 这个是半野生半养 在本周 虽然调查组还未明确判定 商家适用养殖黄鱼 假冒野生黄鱼售卖 但责令设施饭店 停止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 理由却正是设施饭店 存在不以真实名称 提供服务等问题 上海的赵先生 在2月8号 也曾与家人在设施饭店 消费19斤黄鱼头 花费9526元 于2月14号 向监管部门投诉 两天后就收到了设施饭店 1900元的赔偿款 如果说 同一等是80到90的弄吗 我说考虑到过年 也要适当的赏钱 这是很正常的 那最多是120 130或者哪怕150 那1119 最下的都该多少吃给我 就吃给我 那如果对的 你什么都不用吃给我 你只要官方出一个证明 他的应用是正确的 尽管收到了1900元的赔偿 但赵先生没搞明白 商家做出赔偿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除此之外 赵先生还向调查组提供了 当时消费后的9600元设施发票 上面饭店用章模糊不清 而且所有发票的密码区号码均相同 显然 经营许可过期 发票作假 欺骗金两 养殖冒充野生 与导游及出租车司机可能存在利益关系 面对一家野生渔村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 公众正在等待调查组给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每一个长假过后都会有一大堆的烂尾问题 住店不顺 路途不畅 吃饭挨仔 留下一地鸡毛 让各地慢慢的收拾 问题是 这问题是继续烂尾下去还是成为一个转变的新起点 这两年 无论是三亚的海鲜事件 还是青岛大虾 以及这一回的黑龙江哈尔滨的黄鱼事件 媒体及公众倒真是切尔不舍 穷追猛打 于是层层拨损 烂尾的几率就大为减少 好的结果是会带动当地餐饮旅游业的大转变 比如几年的关注 让近来三亚在这方面的负面新闻就少了很多 可是坏消息是 一个地方被负面的问题缠身 人们在关注 然后一个地方认真地改了 可是别的地方似乎并没有举一反三 于是你就会猜 那下一个长假 中招的不幸运抽奖 又会花落谁家呢 特别是告诉我 会还我们一个工作 调查组织确实昨天这样跟我们说 本周四晚上通过微博爆出被载经历五天后 陈先生在自己的家乡常州 见到了专程赶来的哈尔滨调查组 把那天发生的事情的远远奔奔地经过 我也如实地跟他们反映的情况 他们也承诺我会最快的时间 给我们一个调查的结果 陈先生说 在会谈中哈尔滨调查组 不仅承诺将给他一个公正公平的调查回复 并对此事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表示了道歉 其实对于陈先生这次反映的问题 哈尔滨有关方面的反映一直都算是及时 2月14号 陈先生在微博上爆出被载经历后 有关部门很快就成立了调查组 2月15号晚哈尔滨市松北区就公布了 北岸野生渔村万元铁锅盾消费争端问题的 初步调查情况通报 显然从三亚海鲜和青岛大虾事件之后 哈尔滨相关部门是很明白这样的载客新闻 对一个城市的影响 希望用快速的调查结果来平息舆论 然而这个调查结果不但没有平息事件 反而更引发了争议 两天后哈尔滨相关部门又公布 涉事餐馆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 餐饮许可证过期等被停止营业 并进行行政处罚 你犯了A的错误 我却由于用B的错误来惩罚你 大家觉得好像不解渴 说那你这个天价鱼的问题 到底是到底你们找出来这个问题所在没有 所以说呢这样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处罚结果呢 可能呢很难服众 尽管相关部门快速回应了网友的反应值得点赞 但草率的调查不仅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 也让政府公信力打了折扣 由于很多人都有过在旅游景点被载的经历 因此类似的爆料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虽然载客的是个别商家 但却极容易被大家打上地狱的标签 往往一旦出了这样的事 地方政府都急于灭火 不能够把自己完全定位为事后的这个处理者 仅仅确实救护 而是呢应该关注到政府既有能力 也有责任去防范于未来 去做未有筹谋的工作 一只38元的虾毁了一个浩克青岛 是很多媒体就天价大虾事件 对青岛这个城市影响的一种形容 载客的标签贴上了 就没那么好摘 是三亚这些年来深切的体会 已经大力整治旅游市场几年的三亚 依然是频频让人和载客联系起来 对于哈尔滨调查组来说 除了陈先生投诉的调查之外 新增的几十起投诉 也会够他们忙一阵了 政府不是万能应该调整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防范可能大于我去宣传 那么互联网呢 它作为一个现在新兴的经济业态 实际上呢 它在try on也就是试错的过程中呢 已经摸索出来了很多 进行服务质量管理的好办法 政府当然是可以借鉴 在魏祥看来 与其付出巨额成本整治挽回生育 不如预防管理 不然类似事件就会接连不断的 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从我们的国际经验来看 和经济规矩上来看 这里边呢 政府呢 对企业进行信誉评级 信誉的监督 是更有效的 更应该做一件事 不管是打分 口碑评价 比如说这个香港的贸发局 包括很多这个西方旅游经济发达国家 他们的旅游管理部门呢 都更多的像类似于协会一样 那么协会在这里边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生育观 如果能把商家的信誉评级 和政府看重的社会生育捆绑在一起的话 才会让商家有动力去做到自律 因为旅游市场原本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对于商家来说 游客都是一次性的 因此市场没有动力来让他们自律 没有约束的话 追逐利益的天性 就会让商家想办法打擦边球 政府为什么要做机制设计 为什么要把商家绑上自己的战车 让他也感受到 如果你能够自律 你能够维护城市的生命 你能受什么意义 这次发生在哈尔滨的黄鱼事件 虽然还没有最后尘埃落定 所有的疑问还并没有都调查清楚 但如果要现在去复盘的话 也有一些遗憾值得提醒 比如举报不良商家不该进行地狱攻击 青岛是一家饭店弄出了天价大虾 不能攻击整个青岛 哈尔滨也是这家饭店被抓了个现行 不能出现黑东北这样的字眼去进行地狱攻击 难怪后来长州的举报人也要为此道歉 同时哈尔滨当地的调查组 也不应该太早轻率的下调查结果 仔细查清楚才是对人家对自己的负责 否则像这次被更多的事实打脸不太合适 而我们一方面关注哈尔滨这家店 更要关注身边的店 关注身边的店人多了 这样的事才会真少 我们也才都能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大年初三在北京一辆旅游大巴上 这位游客不太明白 为啥游览十三陵竟成了车过十三陵 另一名游客更没想到 这半抱怨半商量的口气 换来的却是导游一番脏字不断的谩骂 我XX是不是给你脸了 我XX的 我也给你脸了 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啊 为何这车下低价缆客 车上肆意收费的黑色一日游 就那么难治 很快 有关管理部门进入调查 可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 这位气焰嚣张的导游王某不但不是黑导游 而且还是一名从业多年的持证正规导游 如今王某即将面对罚款并吊销导游证的从众处罚 但公众却无法因此安心 当正规导游也蒙上黑色的外衣 游客们还将如何选择 天色难懂的古代文学 可因他激情澎湃的讲演而常常爆满 有人整理出他几十万字的讲课笔记 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他一节课 网络上各种版本的长平语录却风靡一时 虽然任教三十多年的长平早已名声在外 但他从不出书 从不发论文 从不申报职称 一心专注教学 也正是因此直到退休 这位人们心目中的口碑教授仍然只是一名普通讲师 近日长平因被学校破格返聘 作为副教授继续给本科生上课 在学生眼中 这位有些脱节于时代的老师是至纯至真之人 他的黑白两色世界唯有教书和读书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处城中村 这栋七层的老楼 一楼是店铺 二到六层对外出租 自家人都住在七层 可现实中 外婆年过九旬早已行动不便 七十多岁的父母又长期饱受病腿困扰 在向街道申请家建却因不合规定而被拒绝后 明知是违建的赖先生最后还是花了将近四十万建了起来 不过后果也可想而知 城管部门对此立案 强拆评估已经展开 电梯的结局并不乐观 听着奶奶故事长大的猩猩和奶奶感情最深 每次听依然会有新的感受 突然猩猩萌生了把奶奶的声音录下来的念头 把它写下来的话 他们可能就更清楚家族那个历史是怎么样的 在奶奶的九十大寿上 星星将一本印成书的听奶奶讲故事当作礼物 没想到这本书竟让整个家族都活跃了起来 大家群策群力 更多的旧物件因此重现 奶奶更多的故事也为人所知 这个春节升级版的听奶奶讲故事 成为这个家族每个人最珍贵的礼物 因为它饱含着浓浓的亲情 更承接着过去与未来 在《飞夜》上星星写道 每次当我起身告别 奶奶会步履蹒跚地送我出门 常常一直走到门外面目送我离去 真希望每天都能听她讲故事 更希望大家都能坐下来 加入听故事的行列 在我们身边在这个时代 到处都有着AB面的故事 比如说北京的这个黑导游 很多人都会认为 这又是一个吴兆导游证黑钱 可是A面还没翻过去 B面来了 它有正规的导游证 一个正规的导游证 看样还不能够将黑这个字拦在外面 当我们习惯了身边太多人 追逐名声追逐利益的A面的时候 一转身就看到了B面 也有长平这样的老师 仿佛远古时代的存留者 不过是真实并且让人们欣慰的存在 好了 接下来咱们走进新闻周刊 选出的本周人物 一个时隔二十多年的冤案 在A面 一定那就会有不少犯错的人 甚至是人们以为的恶人 但时隔二十多年 这案能够翻过来 在B面 也一定会有很多做对了事的人 和善良的人 接下来您就将认识这样一位 刚刚过去的这个猴年春节 对于四川民族的陈满一家来说 是个来得极其不易的团圆年 上一次陈家人拍下全家福 还是在1991年 从不到30岁在海南蒙渊入狱 到最终重获自由 陈满回家之路 用了23年 当他无罪释放走出监狱时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父母 第二个电话就打给了 为他暗自奔走十一年的程世荣 他主要就是说 感谢嘛 陈满就是阿姨的意思 然后感谢你这么多年 怎么怎么样 我说这会你这么忙 你就别说了 赶快的回去好好陪陪你妈 你爸这么多年 你父母确实太不容易了 71岁的程世荣是北京应用物理 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人员 被称为陈满冤案平反的幕后推动人 他自学法律 义务为陈满冤案奔走十一年 多年艰辛和坚持 只因为对陈满年迈父母的一个承诺 你怎么能坚持啊 好像这么多年 一个是他父母 确实他不停地也推我 不停地打电话 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确信 按照法律 他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 程世荣与陈满父母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曾在四川短暂共事 2004年退休后 回四川老家探亲的程世荣 偶遇四十年未见的老同事 得知陈家小儿子陈满一事 陈满1988年就辞去 棉竹工商局的铁饭碗 南下海南创业 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却被卷入1992年海口的一起 杀人焚尸案 仅凭一份认罪口供 陈满最终就被认定为凶手 被判死缓 陈满及其父母多年申诉不断 2004年 陈满父母遇到成世荣时 他们已经申诉七十余次 却毫无悔因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还是懂点法律嘛 然后说你能帮帮我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那我试试吧 我来回北京以后我想办法 因为我当时想的想办法肯定也是找人 对不对 我想到我呢 一个是我还对网上比较熟 还有呢 懂得法律 还有就是在北京还是有些优势嘛 后来成世荣曾发文提到 当初贸然答应帮他们是个盲目自信的承诺 因为仔细看了案卷 确认陈满是被冤判 但之后申诉的艰难远在他预料之外 成世荣曾专门南下去海南监狱见陈满 留给他的印象是 陈满带有几分书生气 并不凶悍 回京后 他求助过数十位律师 从2004年到2009年 他也曾数次向各级法检机关 递交申诉材料 基本上都是我帮他写 或者帮他直接记 或者是他们自己记 你比如说海南高法 这个最高法 最高见海南检察院 正法委 我觉得没人哪朵云菜 就下雨了 有时候也有这种心理了 我这样做还有一个 对他们是个安慰 这个就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参与 那个事申诉以后的一些记录 你比如说发过一些什么信 那个跟谁打过电话 重要的 比方说2005年6月8号 我去电话 这个海南省高级法院 然后是庭审的谁谁谁 接的电话 然后我问什么事 陈满巴巡的父母衰老痛苦的神态 和他们隔三差五打来的电话 让程世荣不忍放弃 2009年之前 他做过的申诉努力 也被做成了长长的表格 期间陈满案的调查也曾一度启动 但2009年5月 陈满父母收到最高法院的信函 决定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 一次一次的又驳回 步于复查 2009年以后呢 比较纠结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父母说 我能想到的 就是全部公主于众 谁愿意看谁看 这确实也是无赖之举 他们抓住我这根稻草 希望我能够沉重 也许我不一定救得了 我不一定救得了他们 因为我就是一根分量很轻的稻草 但是我还是得漂在这 也许有人能看到 2011年 程世荣化名为翟老余辉 在博客中公布陈满案的详细案情 案件随后也出现了转机 2013年 数十位律师组成的援助团开始介入 陈满申诉案在2015年初 也有了实质进展 最高检2015年2月10号 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 2015年4月24号 最高法院发出再审决定书 并指令浙江高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今年2月1号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满案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裁判 宣告陈满无罪 陈满结束23年冤狱 回到了延迈的父母身边 我又不是律师 我又不是当事人 我也不是他的亲属 我有时候也觉得你干嘛呢你这是 我根本不会想到有这么复杂呀 我说这个案子清清楚楚的 我就说真的 有文化 有一定判断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人 不要说法律了 你也能看出来 所以我就说呢 有的是真的 你确认的正确的事呢 还是要坚持 坚持就有希望 这个春节 陈满一直都在家人同学 甚至媒体的陪伴下 他拥有了一部智能手机 却还不太会用 出门溜弯 因为路不熟 也不敢走得太远 53岁的陈满说 未来想要创业 而他父母则希望 喧嚣与关注散去之后 陈满可以在平静中 重启新的人生 陈世荣与陈满的父母认识 是他为陈满案奔波 十一年的一个原因 但一定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他与陈满的父母 也只是暂短的共识 能让他奔波十一年的 更大力量 或许是来自于 对正义和公理的追求吧 这可能才是这个人 与这个故事 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所在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在这个照片上 一个道闸设置在 非机动车道前 这是本周三 有人在太原 一个十字路口 拍到的画面 目的不复杂 制止行人和 非机动车闯红灯 这个道闸是有时间限定的 每天早上七点半 到中午十二点 再从下午两点半 到晚上七点半 其他的时间 这个道闸是竖起来的 看到这个照片 我们心里舒服吗 不会舒服 但该不该存在呢 答案就不会太清晰了 或许这正是 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 它真实的反映着 中国路口的混乱状况 存在可能就有它的道理 但想让它不存在 就需要我们每个人 都能讲讲红绿灯 这个道理 这个让人不舒服的道闸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面对的一道考题 好了 接下来看看本周 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一个小小的塑料袋 经过风吹日晒 日积月累 最终会影响城市环境 污染河流土地 甚至危及数百公里外的海洋生态系统 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已经非常熟悉 自从七年前限速令落地实施以来 政府推动和媒体宣传的力量 都在努力说服人们 将塑料袋的使用降到最低 七年前限速令的到来 可谓势头强劲 按照规定 所有超市集贸市场等 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 符合环保标准的可降解塑料袋 可以有偿使用 而对环境影响最大的 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 则被明令禁止生产和销售 一夜之间 各大超市以及购物中心 纷纷换上了收费的可降解塑料袋 同时大力提倡顾客自带购物袋 根据国家发改为环资司的数据 自2008年6月1号限速令正式实施以来 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 普遍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累计减少塑料购物袋140万吨左右 相当于节约840万吨石油 节约标媒1200多万吨 减排二化碳近3000万吨 虽然限速令成功的让很多人用上了环保袋 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们对塑料袋的需求在减少 大型超市管理严格 政策执行也容易到位 消费者在采购前通常也会准备充分 戴上专用的购物袋 而在菜市场和路边小摊这样的地方 塑料袋就成了一种默认服务 不合规定的免费塑料袋几乎成了标配 不但来源分散 数量也非常惊人 收费吗 这塑料袋 不收费 这袋现在收费吗 不收费 那你们为什么收费呢 没起来的菜 装个一个店子盐出来 你还去问他要两毛钱 不好意思 以前用 现在后来就不用了吗 现在 那带着成本再高的 他两个带着成本 得到三个带子 限塑令的漏洞在生产环节就已经出现 巨大的需求量 吸引了一些企业违规生产 不仅塑料袋的薄厚可以选择 鉴别环保塑料袋的标志也可以印在袋子上 这些不合环保标准的塑料袋通过批发市场 销往全国各地 生活垃圾最能直观看出限塑令的整体效果 这其中不达标塑料袋占了60%以上 一项上海市生活垃圾中塑料袋含量的调查显示 限塑令实行的头两年 塑料袋含量有所下降 到2011年又出现反弹 研究者认为 或许由居民环保意识 监管力度等多方面原因造成 如果一个政策下来 我们都感受不到有人是有责任的 包括违法的 包括执法的 那这种政策 我觉得就像塑料袋一样 在空中飘来飘去 塑料袋零散消费场景多 执行困难 不达标塑料袋生产泛滥 监管缺失 消费量出现反弹 从落地之日起 就备受争议的限塑令 如今又面临七年之痒 塑料袋的生产和流通环节 能否有效监管 公众的环保理念如何提升 回收处理时 能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便捷生活与环境保护之间 寻找平衡 或许是比限制塑料袋本身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春节长假结束了 人们陆续离开家乡 又回到工作的地方 也就是回到了一个又一个远方 其实伴随我们回来的 不仅仅有人流 开始堵的车 以及一个又一个开业的小店 还有好贩子和骗子等等 这不刚上班 记者就发现 北京各大医院 又有了好贩子们忙碌的身影 而在我的手机上 和身边好多人的手机上发现 手机骗子也回来了 又开始敬业的忙碌起来 试图让我们上当 这就是生活 回来的有各种颜色的细节 怎么办呢 面对好贩子 除了医院想办法 警察想办法 社会还应该想些什么办法呢 而面对手机上的骗子 除了我们自己留心 社会又该怎么办呢 问号随之回来了 让我们陆续去面对它了 好了 下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